對媽祖的慈悲 祂不會分你是 你拜的是哪一尊神啊 所以我覺得白沙屯媽祖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信眾 每年的敬香有那麼多人 因為祂就是可以善言避義 我真的很感謝 因為我現在有了這個祝運燈 我可以天天在家裡面 跟白沙屯媽祖有甘養 你可以看到前面這個節目的部分 是白沙屯媽祖去加持過的 那加持過的 祂的這個法力 祂的功力跟保護力 就在這上面 還有是不是有個架子 對 這邊有個架子 讓你把前面放在這裡 這是檀香嗎 對 我跟妳講 這個檀香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好就是燉蛋的 它不是那種很嗆鼻的那種 不會嗆鼻 對 因為它是早上的事 一定要用天然的東西 所以它這個精油用得非常的好 你看喔 它現在用到 這個蠟燭裡面 它也是可以點燈的 這個是用到一個 環保的一個材質的燈芯 環保木芯 對 這個木芯 它是一個環保材質 那再來最重要就是說 你現在放下去之後呢 直接開燈 有沒有 直接開下去 用燈照照光的方式喔 這個照光的方式 再加上這個架子 然後前母放在這個地方 它融出來的 第一道的香氣 跟所有的芬芳 整個就從這樣子擴散出來 對 它可以 你看剛剛一開而已 我在這邊 很香 對 很香 就聞到了 而且是舒服的 對 那如果說我真的要 還是有點燈的習慣的話 有點燈的話沒有 萬一家裡停電了對不對 所以最近常常停電 你那個就可以當蠟燭 也是可以點一下啦 你用蠟燭燒的方式 它可以燒八十個小時 對 我除了會拿去廟裡面 拜拜之外 因為它的那個杯型呢 就是圓形飽滿嘛 所以就寓意著說它是 聚氣圓滿 那拿去拜拜之後呢 再把它拿回家 那透過這個住運燈來擴香 所以我的家裡都環繞 這種被保佑的香氣 那這個香氣其實真的很舒服 所以我也會把它放在房間 或是我的床頭 房間也可以 可以... 了解床頭 我跟你講它這個味道 是小朋友也喜歡的味道 對 那像我的話 就是說我很多的長輩 送這個給長輩 我長輩說到他都好喜歡 對 因為大家都好想 去白沙屯媽祖 可是呢 像我的長輩可能有的腳不方便 他就不方便去 但是他在家 他就可以感受到這個東西 那像我們家 我們家是神明廳在媽媽家 所以我們家沒有神明廳 可是呢 我就把這個呢 放在我們家的柴位 那放在柴位 它有錢母 然後又有好聞的這個味道 然後又可以安神 又可以讓這個白沙屯媽祖 來照顧我們全家 所以我跟你講 放在柴位也是非常好 因為說真的 其實要給家裡面的長輩用嘛 所以其實很多長輩 會想要點這個燈 所以一定要有認證 才能夠安心 它必須要通過 國家的安全檢驗 其實講穿了啦 這些認證 都不比一個認證重要 你要媽祖要冰頭 要薄杯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住院的優勢 就是我們廟宇提倡環保 點燈 然後擴香替代燒香 那它因為是安全 然後無火無煙 所以可以被放心的使用 那錢母呢 我們過爐的錢母可以 就是有妥善的地方 可以把它做置放 然後再去廟裡 拜拜的香氣 帶回來家裡面 可以做保佑 換雲